今天的新经济我们先来关注是产业界的震撼 但台积电宣布他们不会进驻龙潭园区的三旗 究竟为什么突然喊咖 还有接下来会考虑要去哪些地方设厂呢 要继续请浩婷带我们了解 谢谢家荣观众朋友 我们先来看到最近这两天很热的话题叫做龙科三旗 台积电不去设厂了 那难道这个地方就不征收了吗 有消息有好也有坏 我们先来认识到这个地点 就是龙科三旗它是在哪边呢 你想想看是在桃园的龙潭平镇跟杨梅 三个圈圈画中间点的那个位置 158公顷 那么原本说假设台积电来会制造 5900个就业机会 当地房地产价值会起飞 那么人口也会成为一个新的聚落 甚至一年的这个产值还高达了6000亿 但是明天台积电要开法说会 在法说会前夕台积电说不到这边来扩厂了 我们就来看看有哪几个的替代方案 国科会的主客管理局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要担心在中科跟南科都有 目前看起来台中原区的二期扩建 几率是比较大的 因为明年的6月份厂商最快就可以拿到土地 那么在南科部分 在高雄的桥头 南子以及包括台南原区的三期扩建 其实都是有替代方案的 就来看到产业发展跟民众的权益如何来拉扯 那么为什么这边台积电原本要来 想要在这边设计一个先进的制程的晶圆厂 1.4奈米 但后年要建厂 27年到28年应该可以量厂 但是现在有可能会转到中科来建厂了 居民抗争到底不高兴不满意什么 那是他们的家园 说这个在预定地里头 龙科三期里头 还有一些稻田 菜园 甚至还有三合院 所以他们也认为说 你这个国科会没有提精确的计划 你要征收多少不知道 还有哪些厂商要来不知道 顶多只有一个台积电 还有里头88%都是私人土地的 所以你要产业发展 你也要顾及到民众的权益 那么台积电先放弃了龙科三期了 管理局是不是就没有征收的理由了 现在至少知道 10月份第二次的公厅会 确定延期了 假如 好而这样的建厂计划 胎死腹中之后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潭周边的房价 未来房市会怎么走呢 要请浩婷带我们看更多的分析 的确来关注到就是当地的房价 很多人都说在我们台湾买房子 你就跟着台积电设厂去买 那么现在龙潭的房市会不会崩盘呢 我们先来看看过去跟现在 其实这个话题就是在三年前 那个时候郑文灿是桃园市长的时候传出来的 龙潭这边房价一平16万 指的是那种有电梯的华夏跟大楼 那么后来是在2022年 行政院拍板定案了 说台积龙潭建案 经行政院核定 那个时候一平的房价就标到了22万 那么在这个今年呢 甚至是标到了23万 我们看看短短几年之间 台积电想要来这边设厂 那么其实当地的房价就涨了43.7% 现在确定放弃了 是不是有些人会受创 房市的专家说有 很可能在过去这一两年买了预售屋 或者是说新买了新陈屋这样的民众 其实受伤是比较深的 才刚买或许还没有交屋呢 花了900万到1000万左右这些别 买一个这样一个两房一厅的房子 但是现在台积电不在龙潭设厂了 是不是未来要出手转卖 很可能要吃亏呢 所以专家说会有失望性的卖压 的确房价可能回落 但是不会崩跌到哪里去 会回归到基本的刚性需求 加油 好 那我们再来关心是美中贸易战 就带动了全球的供应链移转 也改变台商的投资行为 我们要继续把时间交给浩婷 的确我们台商对外投资 在1990年那是一个重要的大世纪 台商可以到大陆去投资 但是过去这30年来发生什么状况 在2011年那时候创下一个高峰 对大陆的投资高达144亿美元 创了历史新高 占整体对外投资的83.8% 其实也知道我们对大陆的经济 长期来依赖蛮高的 那么曲线图来看 蓝色的部分是对东协十国的投资 红色的部分就是对大陆的投资了 你知道这边出现了一个拐点 我们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来看 那个时候对大陆投资的多 但是19年那时候碰到了新冠疫情 所以投资就腰斩了 红色曲线不断的往下 那么来看蓝色 蓝色曲线不断的往上 对东协十国包括新加坡 泰国以及越南投资越来越多了 像是在这样的一个数据显示 2023H1指的是上半年 投资的比重 东协已经达到了18.1% 大过于大陆的17.6%了 所以台商也很聪明 因到了美中贸易战的威胁 现在把钱都放到东协十国来投资了 那么的确转移大陆的产能 跑到了泰国新加坡这边去 近几年还有通膨 还有需求不振 所以也影响得到 这个台商在大陆的布局了 支持今天的新经济 邀请观众朋友赶紧扫标QR Code 下载最新的TVBS即时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